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見 我是林梓彤 這個環子請來Arnold和我們聊 Arnold,你好 林梓彤,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問內地股市偏遠 湖深300指數收市跌20點3472點 上證中指收市跌17點2814點 深淨成份指數跌9點9317點 創業版指數未跌1點1616點 港股方面最終可以微升收市 恒指最終收報28539點升14點 國企指數跌42點10704點 大市全日成交700億多 先和Arnold說說大市 市今日比較反覆 早段曾經升過百點 但見到內地的數據 第二季GDP增長 有些放緩 再加上數據的表現 都不是很理想 拖累港股 曾經倒跌近200點 收市的時候 可以叉抽上來 但發現到 其實今天的成交 進一步縮減 後市 怎麼看呢 今天的成交這麼少 會不會大家 會不會在官網上的情緒或氣氛 會比較濃厚一點呢 其實看成交今晚的確是低的 也都是一個比較偏低的水平 的確是反映官網的態度比較濃厚 看些什麼 其實現階段大家最關心 都是看人民幣短期來說 會不會再進一步貶值 例如以人民幣對美元為例 如果連6.74這些位置 都會跌穿買的話 會不會再下去 之前好像在說 兩年前都傳過 可能是人民幣變成對七算 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所以大家是有這個憂慮 至於人民幣會不會跌 其實經濟數據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今早公佈來的整體經濟數據表現 不是太理想 也看到GDP增長 是有一個放緩趨勢 當然今年來說 要補6.5%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很難 但是長遠來說 再加上貿易戰這些相關的因素 的確是風險是大的 所以短期來說 其實人民幣會不會再進一步貶值 可能你看回貿易戰方面 那個整體的因素 如果貿易戰的風險 真的進一步升溫的話 人民幣再貶值 繼續貶下去 貶值是一直延續著 機會性不是小的 但是當然如果短期來說 貿易戰的風險 開始仍然沒有進一步上升 可能會在這些位置觀望的話 我相信人民幣會在這些位置 會有一個存定積著 而大家其實都是衷敬短期來說 除了看任務幣戰方面 也都看回人民銀行 我們會不會有些舊市措施 出到來 這個是關鍵因素 所以如果你是短期來說 看到這些相關措施的話 不排除市況 有機會繼續反彈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需要看得太過差 也不會比較難有條件 做過比較明顯的反彈 除非真的看到有些明確的措施 所以暫時的看法上面 就參考28000 作為一個支持位 也就是說今天試過一度跌穿 10天線左右這些位置 最終能夠站穩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 真是說最值得參考的支持位 就是看28000 不穿28000 反彈小頭有機會持續 但我相信去到29000點 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阻力 除非真的短期後市 看到有些明確的利好政策出到來 否則的話 不排除指數都是這些位置上上落落 好了 大市都是以上落為主 剛才說到 今天大陸都出了一堆數據 先說一下 國家統計局 都公佈了 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 比起頭五個月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除此之外 其實內房股 今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統計局的發言人 就說 將會加快推進房地產稅 對相關的政策舉措的推進 希望可以做到 那些房子用來住 就不用來炒 另外見到 碧桂園 亦有一個消息 就傳出 它接下來會暫停投地 至少今年第四季 見到今天 內房股 龍頭 碧桂園來說 就跌得最多 但是二、三線的內房股 跌得比較低一點 融創跌大約4% 街燒業、恒大這些 都跌大約是3% 內房股 這麼多不利消息底下 前景是否都是一般 現在的暴處策略應該怎樣做 如果看消息層面上 內房股近這一個月 的確是很多負面新聞 但情況我覺得 就不需要這麼悲觀 譬如說消息層面上 碧桂月 譬如說暫停三四線城市的投資 但是雖然它不買地 但是你要留意 碧桂園是這麼多的內房股 土地儲備最多的一間 所以說一間最高土地儲備的公司 不再去買地 又不是一件那麼差的事 接著來講內房股 調控政策 包括了什麼 就是防止它禁止地儲備 內地其實不是處於 一個土地供應不足的情況 純粹是一些投機炒作為主 所以在政策層面上 其實說這些內房股 未來來講 他們的合約銷售表現 未必說會是差的 甚至股頭增速放緩 但其實你看回內地的房地產投資上面 已經比整體而言 一些基建投資的股頭上面 增速更加之快 其實在內地房地產的股頭上面 我也不會預料會太過差 因為始終要有足夠的供應量 防止樓價再進一步上漲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整體的基本面上 不是說一些調控政策出道力 他們未來來講 資金鏈或合約銷售會有問題等等 機會不大 但我想短期來講 這些調控政策風險 都會困擾著板塊上面 所以短線方面 預料整體的板塊上面 可能會持續受壓 但長線來說 我覺得不需要看得太過負面 如果有貨的投資者 都可以繼續拿著 如果特別說一些負債水平偏低 例如華燕智地或萬貨或中海外 繼續拿著我覺得沒問題 而現階段他們的股值甚至是便宜 當一旦市場的不明浪因素 包括人民幣貶值 這些相關對於金融業 有負面影響的相關因素 開始慢慢消除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條件出現反彈 但如果一些超高負債水平 例如恆大、融創 這些類型高負債的內房板塊上面 始終資金斷裂的問題 仍然存在 短線來說仍然有憂慮 但其實只要負債水平不高 我覺得就應該沒有問題 碧桂園最近也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它又算不算是可以繼續拿著的股份 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些水平不需要立即去顧著 但假設 如果碧桂園連12元這些位置守不住 我覺得都要考慮 做一些風險管理 才能止洩 因為始終碧桂園的股值這麼高 主要原因就是 有些它們有足夠的合約銷售 至今年來講的合約銷售表現 是真的非常之強的 現在未來出業績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憧憬在那裡 但是你說 如果市場仍然將全部焦點 放回那些防地槍跳空上面 你說最積極的碧桂園 可能反而會受到憂慮 大家會擔心它放緩的足道 會相對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你說12元這些位置守不住 我會建議止捨 但是如果不穿12元 我覺得都很大機會上回14元這些位置 好,講到內房股 又講一下憂泰 都誘發了刑警 其實它5月份的時候 已經出了一次刑警 就說 估計純利方面 可能按年要倒退大約五成 但最新那份就說 已經要由盈轉規律 洩成5000萬人民幣 為什麼短短這個月會 公司的狀況會惡化得那麼厲害呢? 今天跌成1成3下來 大家又應該怎樣去部署 罵不罵得過呢? 一定不會建議罵的 因為這個約勢都預料會繼續持續 你看到很多大行都不斷將他們的目標價 不斷地調低 其實你說今次的刑警 即是說嚴格來說 是屬於一個刑警的更新 跟之前的刑警說估計純利 可能少50% 現在可能50%以上 原因就是反映人民幣貶值 給它相關的印象 對於優泰科技來說 人民幣貶值 最主要可能對於他們採購零部件等等 成本會再進一步上升 其實影響又不是真的那麼大 但跟之前出刑警的情況一樣 最主要都是這樣 特別對於一些手機鏡頭 不是特別高端的優泰科技來說 大家擔心毛利率都仍然會持續受壓 只要原因的看法 其實跟之前沒有分別 最主要就是看到 全球智能手機的出貨量有一個下降 內地智能手機的出貨量 亦都說有一個增長放緩的穿石階道 這方面令到一些手機零部件供應商 整體燃業的意價能力越來越低 優泰科技亦都是當中 一個比較明顯轉差的共識 所以論估值 你又落到4元這些位置 當然跌了那麼多 好像很便宜 但其實你看看大行 普遍的目標價 其實都是4元左右左右 所以其實未來 都要看整個行業的發展趨勢 如果真的看到 智能手機的放緩趨勢仍然延續 毛利率可能是下跌 這個趨勢可能延續著一兩年的時間 都不奇怪 所以這些位置都會建議大家小心一點 不過反而我覺得直播率不吸引 你看股價走勢在上面 自從5月份出了刑警之後 跌後低開 當時有些大行已經看到4元 好像大摩那樣說 看到水差看到4元 而事實上股價現階段已經是最下跌的 可能短期來說 下到4元這些位置有機會反彈 但即使反彈也好 我想要修補今天遺留下來的下降裂後 真是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一天未上5元樓上 真是不怕再繼續試4元這些位置 所以你是有貨的 特別是重貨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要取市 做止洩或減磅亢毒 優泰業績變差 或人民幣貶值都影響很大 剛才也說到 但是人民幣貶值會不會對其他的手機設備股 大家比較關心 可能就是順宇瑞昇這些比較龍頭 大隻一點 會不會都對他們會有些影響呢 即是今次優泰這樣出了刑警 經營狀況變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會不會都擔心順宇、瑞昇那些 都會有這個影響呢 其實現階段每間公司的狀況很不一樣 無論他們的出貨量或無利率表現 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你看看 譬如以瑞昇第一季的業績上面 其實第一季的業績雖然無利率低 但是又沒有一個很誇張的跌幅 甚至對於瑞昇的例子為例 由於他們有業務上 佔比出口可能美國市場上跌跌比較多 人民幣貶值可能是一件零號的因素 所以你說又未必說真的太過差 當然最終都是看業績 這些公司一定是說業績的因素影響 會相對比較大 信譽光是一樣的 雖然有一個很強勁的出貨量表現 但是無利率是怎樣 暫時來說沒有任何的數據指標參考 所以未來的業績表現也是很關鍵 我想你說其實每間公司的狀況不同 這個行業 雖然整體跟智能手機的敏感度很高 但是牽涉著技術取評等等 完全可以導致毛利率可以有量極化的情況 所以暫時來說這個版塊 每間公司都很個別的情況 我想優態是影響了這間公司 就未至於說整個行業一定是差的 但是未來特別是信譽光學那份業績上面 我覺得就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看能不能夠價量齊升 市場對它的期望是高的 所以我相信業績那一方面 真的可能要見到毛利率再進一步上升 這樣才可能會為估計大陸一個刺激作案 好 還有分多時間很快就說比亞迪 今天有些新聞說有人冒充比亞迪的高層 去簽一些廣告的合約 但是如果看一些報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比亞迪應該沒什麼虧錢 只不過是被人說他可能監管不力 為什麼有人假裝你簽了那麼多的合同 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今天比亞迪都跌成大約6% 最低45元 會不會有些跌突的情況 其實市場對於比亞迪的管理層的質素 或者對於管理層做事那一方面 本身已經不是太有信心 這方面令到股價上可能再進一步收押 但是我覺得這個未必是全部的原因 特別第二方面就是近期來說 比如Tesla投資到內地市場上 大家對於整個內地電動車的行業競爭 或者各種種的因素 比亞迪壟電的優勢 這些負面因素慢慢在股價上 所以這才是影響股價的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都建議小心一點 始終是汽車行業 暫時本身已經欠缺一些炒作焦點 新能源汽車我想對比亞迪的幫助不會太大 甚至擔心短期後市來說 可能股價會繼續延續調整 因為相比其他汽車股 比亞迪現階段的股價上 亦都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短期來說留意45元這些位置 如果45元都守不住的話 我覺得落回40元這些位置的機會一點都不小 好,我都跟Anno談到這裡 Anno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Anno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跟Anno談到這裡 到此為止 我們 Purna